第1831集 你挺清楚的嘛 也好喧响了 说真的 关于这些传说 我都是现在才知道 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外国人 居然比我还清楚这些传说 看来我是有些落后了呀 你不用自卑 因为从古至今 对天际图感兴趣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只要找到一处灵脉 这些人就会一跃成为强者 甚至超凡如上都有可能 试问 谁对力量不动心呢 西蒙双手伸展出长长的指甲 她的指甲血红 给人一种十分妖艳的感觉 她双眼中闪现出一丝鸿芒 这丝鸿芒让她显得更加的摇曳 所以 林家举家搬迁 隐姓埋名 近代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可惜他们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用你们华夏的话来说 这就是天意 西蒙笑了起来 他们是在血脉中的神力 在任意减少 所以他们家族的父王是迟早的事 而我只不过是加快了他们的父王罢了 西蒙笑道 好了 我说完了 你这个白痴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了 但是 你难道一点也不想得到天机图吗 天机图已经不在林家手里了 林家那老头子已死明智 我已经确定了 西蒙大笑道 天机图 我们一定要得到 但是我们要慢慢来 自从十八世纪 我那位先祖回国以后 世世代代都在寻找天机图的下落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想要得到这种宝贝 我们得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甚至是代价 所以我可不认为 我能这么轻易地找到天机图 如果我说 天机图在我手里呢 叶浩轩咧嘴笑了 在你手里 西蒙脸上的笑意渐渐地僵住了 他认真地看着叶浩轩 你是认真的吗 是认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怎么 你不相信 如果是别人这样对我说 我肯定不会相信 我甚至会把对方当成疯子 但你这样说的话 我相信 因为你是医生 西蒙盯着叶浩轩 说真的 你不该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的 反正迟早都会有人知道 不是吗 反正我也不在乎 谁要是能从我的手里把天机图给抢走 那才是真的厉害 很自负的一个家伙 西蒙双手的力找越来越长 他的双瞳也越来越红 一股战意在他的双眼中生起 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西方的强者 你知道吗 你只是一个半强者罢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半强者跟真正的强者之间 还是有点差距的 不是吗 我承认我是一个半强者 但是对付你足够了吧 你这个看起来只有天静的舞者 真的能和我半强者比吗 西蒙冷笑了一声 他的身形突然化作了一抹黑 迅速地在当场消失 然后蹚地就出现在叶浩轩的身边 他双手向前一抓 尖利的爪子 猛地向他抓了鼓来 叶浩轩迅速地后退 对方的爪痕撕裂了虚空 在半空中幻化出来淡淡的爪痕 这一抓看起来就不一般 如果不小心被抓到 肯定会被抓个四分五裂的 呼呼呼 叶浩轩身上出现了五道抓痕 鲜血顺着他的胸口躺了下 西蒙舔着指甲上的血迹 他冷笑道 叶浩轩 都说你很强 但是我觉得你不过如此 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吗 自道是会遭到报应的 他的话音刚弱 身形一闪 就突然出现在西蒙的跟前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叶浩轩一拳砸出 呼 西蒙的身体像是被重卡冲撞了一般 他的身形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向后跌飞出去 砰 西蒙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墙壁上 混凝土胶住成的墙壁石屑纷飞 他用力地移着 从墙壁上的凹坑里面挣脱出来 可是 还没等到他有下一步的动作 叶浩轩已经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叶浩轩咧嘴一笑 毫不客气地一脚飞出 扑通一声 西蒙的身体再次砸进了那个凹坑里面 这不可能 接连数次以后 西蒙终于崩溃了 叶浩轩接二连三地出击 让他根本就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这让他十分的郁闷 他真的不知道叶浩轩的实力到底为什么这么强 但只要是他一动 叶浩轩就会毫不客气地一拳砸出去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不是半强者吗 你不是号称自己是女皇吗 来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强 西蒙艰难地从那个凹坑里面爬出来 叶浩轩根本就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 他大步上前又是一拳对着他砸了过去 但是这一次西蒙有了防备 他右手一伸 抓住了叶浩轩击出的那只拳头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我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了 西蒙艰难难地说 他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墙壁上的那个凹坑里给挪了起来 他死死地盯着叶浩轩 双眼中鸿芒大现 对吗 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 哼 你低估了一个半强者的力量 西蒙咧嘴笑了 他嘴角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神态 他冷冷地说 哪怕只是半强者 我也不是你这种只有天静力量的砸碎所能比的 那我也告诉你 刚才我只是在热身 现在的战斗才真正地开始了 叶浩轩突然反手一抓 把西蒙的手给抓住 然后他低吼一声 猛地向后一甩 西蒙的身体就再次被甩出去 轰轰轰 西蒙的身体撞破了数度枪 飞到了院子里 哪怕他是半强者 哪怕他的身体的强度很强 但是也架不如叶浩轩这么揍啊 他现在扑倒在地上 半天也不能动一下 你 西蒙憋屈地抬起头 看着叶浩轩想说些什么 但是他没来得及说出口 叶浩轩就把他一脚给踩在了地上 然后他的拳头像雨点一般的落了下来 西蒙感觉到很屈辱 他是一个半强者 是一个半强者呀 这种半强者早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简直就是可以被人视为神灵的 但是现在他被叶浩轩给摁在了地上猛揍 他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能力在叶浩轩的眼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的神力一点也发挥不出来 他只有被叶浩轩摁在地上暴揍的份 而且叶浩轩这孙子呀 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怜香惜玉 他只是一个劲的 抓着西蒙的脑袋 往地上砸 丝毫不会顾忌他 会不会难堪 会不会痛 本来在一边看热闹的邓紫燕 现在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本来在叶浩轩来之前 他觉得西蒙十分的厉害 他随意地露出一手 就足以能让普通人震惊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么强的一个人居然会被叶浩轩给摁在地上 揍得像孙子一样没头没脸的 叶浩轩的实力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了 所以现在他猫着腰 想从这里溜走 但是他刚一动叶浩轩 马上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刚一出门 叶浩轩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他淡淡地说 你敢往前再走一步 我保证你的下场 会跟这个女人一样 邓子言果然不敢动了 他在那里看着叶浩轩 想试笑 但是又不敢 他就尴尬地站在那里 手坐着开门的姿势 但却一动也不敢动了 怎么样 叶浩轩看着被揍成狗一般的西蒙 你不是半强者吗 你不是号称西方的女皇吗 怎么 你就这么一点实力 如果你真的就只有这么一点实力 那真的太令人失望了 西蒙被揍得说不出话来 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骨头 仿佛都要碎了一半 他不停地在地上喘息着 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虽然他不能反抗 但是他还是狠狠地盯着叶浩轩 那目光 似乎要把叶浩轩给生吞活泼了一半 你的眼神让人很不爽啊 叶浩轩冷笑道 但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是我的对手啊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揍一个女人 哦 不对 你不能称之为一个女人 也好选摇摇头 呵呵呵 这就是你们半强者的能力 太令人失望了 姓叶的 西蒙哆哆嗦嗦地说 你太狂妄自大了 有种你给我点时间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半强者 行 我给你时间 我知道 你们半强者的力量并不是自身的力量 你们需要向自己的契约的神灵借助神灵 用你的信仰之力 甚至是你的生命 哼 想跟我打 你就得契约 但是那样的话 有可能会让你彻底地沦为那些伪神的奴仆 你真的愿意 叶好选笑呵呵地说 那你就给我时间 让我契约 今天我不杀了你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西蒙低声嘶叫道 可以 你随意 叶好选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在你契约完成之前 我是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的 伟大的智慧女神啊 请聆听你信徒的祈祷 借助我对你无尽的信仰 赐予我力量 西蒙从地上艰难地站起来 她双手做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然后她跪倒在地上 嘴里开始念起了一段冗长的咒 除了刚开始的几句之外 叶好选是一句也听不懂 她这样念咒语足足念了五分钟 然后她右手一翻 拿出了一把匕首 对准了自己的心头 一刀刺了下去 叶好选无奈地摇摇头啊 说真的呀 她在一边已经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这就是她所谓的半强者 拜托呀 念咒的时间太长了吧 如果是在真正的战斗中 她这种需要长时间施法的家伙 早就被人乱剑给砍死了吧 随着她一刀刺穿自己的心头 一抹热血从她的胸口流出来 在这瞬间天地风云色变 半空中一团黑云凝成的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这个漩涡距离地面 越来越近 西蒙张开双臂 她双眼中泛着洁白色的光滑 她一声冗长地嘶叫 我的女神 请赐予我力量吧 在这瞬间 她的身体被着洁白色的光滑所包围 光滑脸去 她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件绚丽的战衣 这件战衣上泛着乳白色的光滑 这些光滑隐约地出现了一道道神力的波动 姓叶的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西蒙一晃她手中的一根水晶全掌 一道白色的光滑凝聚而成 紧接着光滑波动而出 向叶好轩及时而来 有意思 你是智慧女神附体的吗 叶好轩看着西蒙现在的形象 她不由地笑了 叶好轩 你要相信 女神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 西蒙笑了 她一边笑 一边举着手中的水晶全掌 私生教导 所以 你去死吧